想要出国去玩吗 因为日币再度的贬值 创下七年新低 一块钱台币可以换到3.7元的日币 现在到日本去买东西 真的是超划算的 再加上了秋冬旅展即将要开打 也把日本旅游当成了重点 网络上也有业者推出了 万元以下四天三夜东京自由行 同样询问度也很高 秋冬旅展准备开打 不少游客背包客看准日币贬值 想趁势捡便宜 抢供日本来趟最好看的旅游 想去那边朝圣看看 因为日币贬值就很便宜 你到那边买东西的话 就不会像吃钱那么贵 日文班的同学又打算要去 因为他们也是觉得说 像会比较便宜 就连网路上早就寄出 日本旅游打折优惠 有的推出东京自由行四天三夜 机票价吃住不到一万元 高档的东京迪士尼 北海道赏鹰温泉 五天四夜五星吃住 更吓杀2.8万 如果你是自由行的客人 你现在去换 那当然你饭店啊什么 他都是用现在的汇率去算 你相对是比较便宜 那接着你到了当地之后 你去买东西 那当然你现在钱比较大嘛 所以你可以用 可以买到东西比较多 不只团费有优惠 民众更期待的 就是能在日本购物 根据最新币值 日币与台币是1比0.2764 创七年新低 等于1元台币能换到3.7元日币 在日本购物更划算 难怪秋冬去日本玩 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据据这段是台北采访报道